由中华市工作主辦中华高中生班的中华青年領袖贏外董 十四合地中华市立董事館開幕 特別邀請到副總統劃清張丹人修長剛做的演講者 劃清張說到他的人生經驗 也鼓勵少年人要勇敢追求自己的夢想 由中华市工作和中华高中來基辦的中华青年領袖贏 三天兩天的課題頭一隻口就要請到中华級的工師來分享經驗 政治工作的確是服務社會最直接的方法 但你如果要從事政治當作政治人物 也許可以參考方济各教宗他的說法 他鼓勵他的教友從政 但他說好的牧羊人要有羊群的味道 全力是用來服務幫助弱勢解決問題的 中华市長林世憲也說 很多特色的人都很討厭政治 不過政治所以是可以快速來改變制度 所以就鼓勵少年朋友要去了解政治 你們都非常討厭政治 非常痛惡政治 所以政治非常醜陋 政治人物非常無恥的確也是這樣的 但是我也要告訴各位同學 政治是影響最快速的 政治是影響制度 你不關心政治 很多人都說 很多人都說 那些政治盟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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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政治解決 什麼叫政治 眾人之士叫政治 邀請到副總統努青鐵來分享人性的經驗 台下百萬位的青年朋友 也都報到這段得的機會 希望透過贏對於文學 贏上環境、媒體和政治經濟 定義地 鼓勵青年學生 不會用多元的力量 增進化冷協的學習 大眾的新聞 中西梁 中華 蔡宏報道